本台掌打算去英哥陶瓷博物館 谁知道撞正他们休館日 好日都不休一次 无无聊聊地四处走走 又让我发现好东西 真是不得了 就是这间阿婆寿司了 台掌的眼里真的得吃 这个阿婆寿司在新北市 挺有名的 最重要是什么 性价比好 看看就知道了 基本上你去得鸿哥旅游 阿婆寿司必吃 这张图是平时阿婆寿司 很虚陷的状态 但我们今次在平日下午下午茶时间 还要下雨的时候来 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吃了 大中盒 谢谢 大中盒 即是这个盒 这个盒 这个盒 不是贵大盒 但是 其实都很好吃 60元 60元 即是12.5元 这么大份 它是每人都有的 其实它是主要只有这些三样的 哇 当初见到的菜单是不上眼的 是不太上方便 不如试试吧 是这样的 我都没看到 其实没什么特别 就是 只是盒子 不太上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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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点点 有点配搭 有点分量 其实很 很够 真的很够 真的很够 放上N4 真的 其实这个阿婆寿司 真的挺起初 看来 有时候有些台湾小店 小食 你真是 猜不到 不过 我想要点一盒 不过 我想想想想 都是算 因为我怕吃不完 很浪费 它是很低 吃根本不是货 吃根本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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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吃一盒 饱了 我想吃烧的 我觉得自己有点过分 不过 大家不妥来 你看一下 因为这个 云哥 其实也挺有台湾的古城 所以 不妥来逛下 日本也好 看看图示博物馆也好 感受一下 什么是台湾的古色风味也好 我得 试一下 真的要试一下 台湾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逛 不过 试试 试试 不要以为 阿婆寿司 这些 这些 白湾的寿司 就像你平时在香港吃的那一只 那样 这里的寿司 份量 大到 嚇死你 我原本真的打算当 茶吃 小小 现在 真是想办法吃掉它 不过 这个阿婆寿司 给了我 很大的动力 去吃 因为这个阿婆寿司 真的 好好味 阿 好好味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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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真的很香 这里 震是很香 震 它虽然只在桃园市旁边的站 但一直很远 二来就是桃园都叫做似仰 一些 这个真的很少震 这就是桃园故乡 原来就是桃园故乡 下次呢 下次有机会 可能真的假日来才多些吧 既然我们在鸿哥 那就不会只吃阿婆寿司 就走那么愚蠢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鸿哥的古早味 不过什么都不说之前 先给大家了解一下地理环境 如果你搭台铁 由台北往南走 好呢 鸿哥这个小城 你一定会经过的 去鸿哥 我一定会推荐台铁 除非你自驾游 在这里 其实你可以在这里刷卡下车 如果有些人转霸王车 就在这里不刷卡 直接出来这里 我们出来了 不知道走到哪里 就 可以去不知什么地方 以上内容 纯属台掌个人设计 我们整班人 全部有买票入閘 戴上头盔先 观众千万不要学 坐霸王车 坐牢 就不要怪我们 大家来得鸿哥旅游 除了去吃阿婆寿司之外 还记得要去买这个 鸿哥陶瓷博物馆 不过 记得要找一下它 不是优管 怎样你闪到它 不像我那么笨 因为去完博物馆 吃个寿司 在这里 已经可以用半天 你的旅游 好充实 拜拜 很特别 我们其实是路过的 但是店主 就问 可不可以帮我看一看套 他要走开一阵 那 很奇怪 很牙齿 很明显 老板 除了真的卖之外 他自己应该是很喜欢 收集 亦都很喜欢 这些东西 因为 看得出它是 半收集半卖的样式 因为它的货品很精致 其实都是真的在日本 空云过来的